现在的ET个股推介是联想992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随着新城市人工智能AI爆发性发展 个人电脑行业也迎来颠覆式的创新时刻 股份可以留意近日推出多款AIPC产品的联想 联想在国际消费电子展CES2024上 展示超过40款基于人工智能的全新设备和解决方案 包括超过10款的联想AIPC 市场看好这个举动有助公司收入和利润稳健增长 业绩有望收复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联想截至3月底的2024财年 盈利预料跌3.8% 2025财年将会止跌回升六成 2026财年进一步升1.9% 走势上联想由2022年10月以来反复向上 昨日逆市再升4.5%收报10.62%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汇丰给予最新目标价11.4% 高成目标价13.5% 都可以作为目标参考 回吐适宜守住10元关